畫面中可以看到四組抱著家裡的寶貝愛犬 來到宮廟中 跟工作人員登記姓名 出生日期等資料 再三仔細確認 全都是為了要幫愛犬點一盞平安燈 以前沒有寵物光明燈的時候 我們在櫃台點燈 常常看到信中會寫一個秋拉拉 可是他告訴我們說 拉拉是他們家的狗狗寵物寶貝 然後我寵物光明燈 因為那時候我們沒有射 所以他後來 因為越來越多信中這種要求 所以我們才會設寵物光明燈 桃園這間公廟從今年開始 推出了寵物平安燈 初步規劃在二樓設置超過一千個平安燈 每天早上都會請專人送金祈福 21號開放登記以來 短短一個多禮拜就吸引了 超過500名四主替寵物登記 而除了常見的貓狗 也有信徒帶著寵物鴿子乌龜來登記 祈求新的一年 神明也能保佑家裡的寵物平安健康